我們第一站來這個熔岩中心 Lava Center 上網看都漂亮的 外觀的樣子 現在看的確是不錯 冰島的陽光真的很燦爛 開車燦爛到我真的想死 它又未猛烈到一個地步 戴太陽眼鏡 反過來就是 但是它戴太陽眼鏡你會覺得很燦爛 但你不戴的時候你會覺得很燦爛 這個冰島看到那些岩漿 或者火山帶在那裡噴出來的 恐怖 哇,你看多厲害 那些岩漿 這個就是在那邊穿的岩漿 這個真的好像很多年前的 Wocano的電影 真的在旁邊走 我看了出來那裡很燦爛 但原來真的是這樣 這裡有不同的地震指標 有幾多級數 這裡好像日本一樣 有很多火山 所以也不少地震 雖然這三級也不算高 哇,你看這個多厲害 哇,瘋了 我們現在進去這個片場 看片 這個時候有點癌漿 看片 我可以這樣攤在那裡看 啊,真棒 耶 我一定睡著 好瘋啊 那些熔岩噴到呢 它將過去100年冰島的熔岩噴噴 的紀錄 都列在剛才的影片 然後就說一些 癌漿爆啊 癌漿漏啊 癌漿怎麼反癌啊 那些的 影片 播了出來 畫得很美 有些有樣子 像小學冰一樣噴了 但是是熔岩 來啊 很癌漿 走出去看啦 几個小妹妹 我看起來几冰島 很久沒有 你看看地貌都是很不同的 這些都不是一些很... 耕種的地方 最多一步是魚 有一個特別的體驗 雖然其實一點都不平靜 我們沒有開門那裡是哪裡 那個是真正看入它的鴨漿裡面 叫做熔岩隧道 那些都是火山來的 還有你看那個火山好像中年積雪那樣 那些冰川位 但是其實都是一些舊火山 那分分鐘現在還會爆一下 那我開車的時候 完全看到有些好像雲海的物體 但是實際上其實可能是冰川來的 這裏基本上就是 上一上來是很值得的 但是很金 很大風 因為 還有冬天 冬天其實有個雪景 可能更漂亮 Mini看看他們 這裏有什麼人 突然間多了很多人 這裏有個旅遊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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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